我今天所分享的这一篇的信息 是跟每一位弟兄姐妹有关 是有关圣灵方面的 是有圣灵方面的 可是我要讲最基础的 最真实的 跟每一个人有关 没有一个基督徒 可以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这跟我们的生命整个的 将来会是萎缩 还是会丰富有密切的关系 请你们拿下以福所书第五章16到25节 或者如果你有讲义 你翻开来看 在以福所书五章16到25节 如果你有讲义 你也把讲义拿出来 因为有些空格要你们填 看到了吗 好 那你需要带笔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以福所书第五章 对不起 加拿大书第五章 对不起 我讲错了 加拿大书第五章 十六到二十五节 如果你刚才翻到以福所书的往前翻 加拿大书第五章 十六到二十五节 那这里讲到圣灵的事 圣灵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感觉跟我们有点距离 可是这一段是跟每一个基督徒 有切身厉害 每时每刻的关系的 请你一同来看 请你一同来看 加拿大书第五章 十六到二十五节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十六节 保罗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那你们若对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带偶像邪术仇恨 增进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圣灵所谍的果子就是 仁爱 邪恶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二十四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之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念的一遍 不是很清楚 整个的内容 不过这里面讲一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这里面讲一件事情 就是肉体跟情欲 情欲跟肉体 对不起 肉体跟圣灵 圣灵跟肉体 或者情欲跟圣灵 情欲跟肉体 情欲跟圣灵 肉体的情欲 这一件事情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或者还没有信主 人都会感受得到的 可是有一个东西 只有我们基督感受到 就是圣灵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有肉体的情欲 请你看十六节 肉体的情欲 十七节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十九节情欲的事 包括哪些哪些哪些 二十四 仿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 私欲 同丁 私下上 所以你看这一段 一共有讲的六个 有关于肉体 或者情欲 情欲就是肉体 肉体就是情欲 但我们的感觉 好像不太一样 不过在圣经的描述 同一件事情 或者同一组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肉体 就产生情欲的事 这两个是连结的 情欲是从肉体来的 肉体产生情欲的事情 我先讲 情欲的事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狭窄 等一下我会说 不是只有色情 不是只有做不对的事情 情欲的事情才叫做情欲 这里不是 这里很宽的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十六节说 当顺着圣灵而行 十七节说情欲与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十八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 二十五节 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你就发现还有一个是圣灵 那这是我们 整个基督徒生命当中 你内在的 常常会感受到的 就是有一个肉体的情欲 有一个圣灵 如果你感受不深 那么你的基督徒的生命 可能不是很准确或踏实 那么常常感觉这两个 在那里相争 那么你就是一个基督徒 那我就只是从现象来解释 等一下我会讲下去 所以我们要分享四件事情 我今天分享不完的 今天分享不完 我讲一半 下次我们再见面 我再讲一半 因为这太多了 今天早上有人听完之后 就跟我说 祝理长老 你这个不应该讲两次 还有可不可以找一两天 我们同工坐下来 从头仔细的跟我们讲 然后讲完祷告 祷告完讲 有两天的时间 但是因为 我们教会的讲员是轮流讲的 我上讲最多的了 一年也不过在帐宫讲12次 在我们教会讲12次 就在林天南路讲12次 所以不多 所以没有办法讲很多 不过今天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讲四件事情 我今天讲一半 下次再讲一半 那我们看第一件事情 从这一段圣经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基督徒今生 内在有两个势力 基督徒今生 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内在的情感 我们内在的意志 我们内在的思想 跟我们的内心里面 有两个势力 第一个是肉体 第一个是圣灵 请你写下来 我刚才能念给你们听的 肉体跟情欲连在一起 一共有六个 圣灵给我七个 今生内在的两个势力是 肉体跟圣灵 肉体跟圣灵 好 我们再来读好不好 再来读十八 十六到十八节 我们再来读十六到十八节 我们下来读预备 请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重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为敌 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再律法以降 在这边说 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重肉体的情欲了 请问在这边 保罗是对基督徒说的 还是对基督徒说的 基督徒 这是写信给加拉太省的基督徒 也就是说 基督徒从保罗这样讲解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重肉体的情欲了 如果换一句话 意思是一样的是 如果你们不顺着圣灵而行 就怎么样 就放重肉体的情欲了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基督徒还是有可能 放重肉体的情欲 对不对 我请问你 基督徒还会放重肉体的情欲 这一个句子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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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你的基督徒合不合 合不合 合 可这一个基督徒信的主 同时有圣灵在里面的那一个 那个那个同时 却不能免除 有肉体的情欲 基督徒不是从信的那一天开始 就没有放重肉体的能力了 不是也不是从信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突然不会犯罪 突然不会软弱 突然不会胜人 突然不会放荡 突然不会纷纷 突然不会醉酒 不是这样子的 来 看这边 我很想让你们看我 看我对不对 我请问你听到这边你是高兴还是难过 你没有听懂我前面讲的 如果你前面没有听懂我先讲下去你是听不懂的 那这很重要 请问你听到这边你是高兴还是难过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又高兴又难过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突然放下心来的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这样 原来大家都这样 你知道真的 有一个年轻人跑到我找我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好 他又不讲 后来他说我讲了吧 我说好 他又不讲 因为他就说 他说我想你你不能笑我 我就说我不笑你 他就跟我说 他怎么样受到色情的引诱 他怎么样是受到色情的引诱 他怎么又没办法抵挡色情 他只是眼目着色情 他只是眼目着色情 没有行动的 他只是眼目着色情 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 他说我真的没办法控制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我好难过 他在那边走来走去 头低低的 很高的男孩子 然后就一直头低低 后来他讲完了 他说你看我怎么办 他就跟我讲 我看着他说 我说我所受的引诱 跟你一样 我宁愿肉体的情欲 跟你一样 他怎么样 那样的罵就好了 如果连长老都这样 我就没关系了 你看到没有 所以经照这边 我们应该有一个很高兴的心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这样 我一直以为 只有我一个胜不过这个 胜不过这个 然后别人恨我 我就恨他 别人咋我 我就骂他 对不对 我心里不讲话 我也心里很生气 因为外面是一道 里面是一道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接触就这样子 很写实的来面对 我们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听到说 原来我们 一回新的那天开始 就不再放重肉体 原来我们还是会 放重肉体 一方面很高屑 可是一方面怎么样 为什么难过 为什么难过 因为这个东西要跟我们到什么时候 可怜不可怜 你听到懂吗 你知道中我们一生 我们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保罗已经给加拿大神的基督徒的时候 他们有信主很短的 也有信主很长的 我们当中有人信主五年 十年 三年 两年 也有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七十年 没有一个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他可以说 说我没有问题了 我不会软弱了 我胜过罪恶了 我绝对不会再恨人了 我完全没有问题了 我也不会犯罪 我也不会做错事情了 我不会 我告诉你 没这回事情 那你说可怜不可怜 你悲哀不悲哀 你们都没反应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听到这消息 我们很熟啊 高兴 另外我们怎么样 很难过 我再告诉你 恭喜你 你所知道是事实 你就是这样 我们终于我们一生 我们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一放纵 一不顺 一不顺的圣灵而行 我们就放纵肉体 我们一不顺的圣灵而行 我们就放纵肉体 原来我们心中有两个事例 一个是肉体 一个是圣灵 肉体会跟圣灵相争 圣灵会跟肉体相争 这一边圣经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 圣灵和情欲相争 情欲和圣灵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入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 哇 你说 圣灵不能做所愿意的事 怎么会这样 这个非常的写实的 当我们想着顺着肉体情欲的时候 你知道圣灵会有意见 圣灵会有意见 圣灵会来反对 圣灵会来干预 圣灵会给你一个难过的感觉 可是当我们想顺着圣灵而活的时候 肉体的情欲绝对不会散发甘休的 他觉得给你弄一弄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做所愿意的 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也有类似的经验的 当我们对不对的事情的时候 良心会来提醒我们 良心也是上帝所造 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功能 到现在为止 人类还找不到良心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 还是在哪里 人找不到良心在哪里 你去问那些哲学家 你问那些医生 他们找不到良心在哪里 可是人有良心的 可是因为这个缘故说 我们不安 我们会有罪恶感 我们也会后悔 良心也是当地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但是良心它是一个标准 良心是一个提醒 良心是一个司法机关 听得懂司法机关吗 就是法院 你知道 法院它只能按照立法机关 所通过的法律来判 法院自己不能创作法律 所以那些检察官 那些法官判案的时候 他只能说法律怎么说 我就怎么判 法律这么说 可是你也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我就怎么判 你知道法官不一定同意 那一个法律的规定 不一定 不一定 你不管你从意不同意这个法律的规定 当你做法官说 你只能这样判 因为这是立法机关的事情 立法机关这样规定 你就只有这样做 良心就是一个司法机关 你知道良心在我们的里面 当亚当堕落以后 人的良心的功能就大打折扣 变得只会提醒的工具 变得只会提醒我们 所以他就会提醒我们 当我们做错的事情 他就提醒我们 当我们做错的事情 他就提醒我们 可是你知道 当我们一直在麻痹他 当我们一直在 一直在呼吁他 你不理他 久而久之 良心的声音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麻痹 越来越麻痹 越来越没有作用 所以他就本来是跳得很高的 可以跳得很低 跳 再加上如果你把里面的立法的 那个价值观跟那个道德观 把它变更 那么你的良心通常都没什么反应的 听到我的意思吗 所以当我们整个社会告诉我们 什么不是不对的时候 说试婚没有不对 你被试捕了以后 你就觉得你的良心都不会动的 即使偶尔动一下 大家都这样说 对不对 婚外情 婚前性行为 婚后另外有一个性的伴侣 假如大家对认为对的时候 或者是你也觉得对的时候 那个良心它不太会动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个司法机关 可是一旦你信主之后 你就突然觉得良心特别敏锐 你突然又活过来了 为什么 因为那是对神 圣灵 你念过的良心 都会活过来了 以前认为不妥的事情 信主会会认为那是不对的事情 不妥跟不对有没有差别 不妥是不太好 不对呢 是错 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 你知道 对我们学法律的而言 讲不妥跟不对 跟不是跟错了有很大的差别 这就是为什么克林顿会造字 你们知道吗 克林顿会造字 为什么 因为当他被抓到的时候 他就说我跟他 我做了一个不适当的事 你们大家开玩笑 他所谓的不适当其实就是婚外情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那个字 叫做in-appropriate 这个字 这个字 有一个新的字役产生了 因为他是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讲话有一定的法定效力 对不对 他说我的行为是不适当的时候 他这样讲说 那个不适当就等于婚外情 所以那个字典就变了 字典本来这个字 第一个意思是不适当 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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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婚外情 因为他变更了那个字的意思 今天在我们里面 我们什么是不对的 什么是不妥的 什么是不合适的 什么是不应该的 你知道吗 整集都不一样 当圣灵来到我们里面 我们良心的功能 突然回复过来了 我们突然知道 什么是不对 什么是不对 什么是从我的 我们便有力量 靠着圣灵去做那个对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已经相信 如果你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耶稣基督 你已经神的儿女了 你的良心都会被 圣灵 像风吹过去一样 突然又活过来 突然又敏锐 我们以后会有机会 再讲那件事情 不过我要告诉你 结论就是 第一 基督徒今生内在 有两个势力 一个是肉体 一个是圣灵 我们会一直感受到 这一件事情的存在 不管是现在 或者你回想过去 你以前不太明白 为什么矛盾这么大 现在都会知道了 而且将未来 这件事情会一直的存在 会一直的存在 第二 我们看第二点 第二点 第二点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第二件事情是 放纵肉体 产生情欲的事情 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会有 情欲的事情 我们怎么会有 做错事情 是我们放纵肉体 其实 讲放纵肉体 其实是这样子 你如果不是靠圣灵约束 我们的肉体 自容的反应 就是这样 你知道我们的身体 你只要不约束它 它自然的反应就是这样子 我昨天参加一个聚会 他们请我给他们分享一些信息 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 我常常讲这件事情 我说一个人 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人 他才会变成那样的人 一个人想要变成有钱人 他才有可能变成有钱人 一个人想要变成有道德的人 他才可能变成有道德的人 一个人想做台北市长 才会变成台北市长 你如果没有想过你要做什么 你如果想要做什么 你倒还不一定做得成 可是如果你没有想过 你就不会做成那个人 你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变成怎么样的人 你就会变成一个 你自己都不喜欢的人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因为人就是没有办法 人的自然的行为 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人自然的反应 就是个属肉体的反应 你在路上走路时 被人突然踩到一脚 你的基本反应是什么 基本反应是什么 你说对不起 我的脚放到你的脚下面 真不好意思 有没有这种人 没有 第一个 你为什么踩到我 如果我走到那边 打你给你一把脚 你马上怎么样 你卡得好 我会这样 你马上就怎么样 立不打我 就是每个人的反应 每一个人的正常的反应 是属肉体的 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不例外 也没有人可以例外 所以如果你没有想过 你会变成怎么样的人 你会变成一个 你不喜欢的人 因为你会变成一个 属肉体的人 所以基督徒不要常常想 我们当中有成基督徒 基督徒不要想说 我本来就这样 你本来是一个坏人 你说我本来就这样 你就是越来越坏 说你有问题 大家都这样 我本来就这样 我对人很精品 我一向如此 如果你一向如此 你就是没有进步 没有进步就是退步 你就是没有让圣灵来约束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按照自然反应在生活的 我们是按照神的话来生活的 我们不是按照肉体来生活的 我们是按照圣灵在我们的管束生活的 圣灵管束你 辛苦不辛苦 平良心说 辛苦 当然辛苦啊 别人讲你的坏话 讲不讲回去 当然讲回去了 肉体嘛 对不对 别人背后讲我 背后讲人谁不会啊 只有你认识人 我就没认识人啊 对不对 批评人谁不会啊 给别人找麻烦谁不会啊 这个很容易的事情啊 这个我们自然的反应就会的 不需要别人的 别人背后讲一句 不简单 你讲我 我就再讲一句 讲出去啊 可是这是肉体的行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肉体有个自然的反应 因为他这个政治办 他这个思想办 所以他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 他关到监狱的时候呢 他是被关在刑事办的监狱里面 什么叫做刑事办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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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赞道德性的或者是违反国家法律的 而不是思想办 政治办 你知道更重要的事情 好像另外软禁的 不可以跟那种人关在一起的 不可以跟那种人关在一起的 不可以因为当时很混乱 所以他就跟他关在一起 他观察了几年之后 他写了一句话 你知道 因为我以前要教 教杜士多耶夫斯基 所以我就读了很多的书 你知道读到那段话 我突然觉得 这不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件事情吗 他说怎么呢 他说我观察了这一些 我观察了这一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一些犯罪的人 因着确定犯罪被关进来的人 他说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罪人共同的特性 就是他很任性 听得懂吗 他很任性 就是我要这样 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不是那个我要这样就可以这样 你只要不约束他 他就有很自然的反应 我告诉你 通常自然的反应都是错的 肉体的行为 肉体的行为 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肉体的情欲跟圣灵相争 圣灵跟肉体的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 在我们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肉体的事情你不用学就会的 不用学就会的 他自然会产生 你一放松就产生 可是圣灵却是不容易的 被圣灵管束就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他告诉我们 你们要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这个连最后我才要讲 下一次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第二件事情 放纵肉体产生情欲 那么放纵肉体不产生什么不对的事情呢 请我们来看19到21节 来我们读19到21节 你们要大声念 因为大声念有好处 请圣灵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金银 污秽 携档 携档 纷争 异端 嫉妒 荒艳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段如果不解释 你随便念一念就过去了 我告诉各位 这段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什么是放纵肉体呢 我们以为放纵肉体是很努力 它才会的 不是 你一松它就会了 放纵肉体是很简单的事情 放纵肉体的意思是指 人在罪恶的污染之后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状况 在亚当以后按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不管良心的齐行 只想满足 放任自己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这边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描述放纵肉体产生情欲的事 一共十五项 刚才你们读的 十五项 你知道我们读法律的人 一看到有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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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问第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受训的时候 马上要反应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到底是举例还是列举 听得懂吗 举例就是说有这些事情 列举就是一共有十五项 请问这里是举例还是列举 举例 举例的意思是这十五项以外 还有许多肉体产生情欲的事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保罗写信 却不是这样子说我信手拈来一直写出来我的感觉是这样 不是 他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写的时候虽然是举例 但是他却是真类举例 那你读完圣经之后 你会有一个从内心深处涌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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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是 怎么可能是人写出来的圣经呢 一定不是的 一定是上帝写的 一定是上帝感动的 为什么这树像你念完念完没有感觉 可是你仔细的分析它之后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第一 这树像涵盖非常的广 比我们一般所谓的情欲跟肉体还要大 还要大 大到一个范围是原来这些都叫肉体 不是只有我们以为情欲是色情啦 算奸淫啦 做一些情欲的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 自己的情欲跟肉体是指这种的人 肉体所发的行为 比我们想象还要多 保罗提到这15项 让我们发现肉体活动之寡 比我们想象还多 但是这15项却很准确的 清楚的分为四大类 第一大类 请你写下来 性关系的败坏 性关系的败坏 我以前不知道这么严重 我以为这个只是所有的罪当中的一项 我以前 后来等我读懂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情 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前三项 我们看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节 一杯情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道 这三件事情 统归在性关系的败坏上面 我们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在十五项的情欲当中 四大类的肉体行为 以性关系的败坏 放在第一大类 为什么 因为奸淫污秽 挟荡这类关系的败坏 是直接得罪神 得罪人 得罪自己的 很多的罪 它主要是得罪神 很多的罪 它主要是得罪人 很多的罪 主要是得罪自己 等一下我们说到 可是有一种罪 一向就是得罪三个 而且同时发生 通常我们得罪 我们做错一件事情 它会主要的得罪一个人 次要的或间接的得罪另外一个人 对不对 可是有一种罪 一口气 就直接得罪三个 一个得罪神 一个得罪人 一个得罪自己 有些罪主要是以得罪神为主 有些罪得罪神之后 后来一开始得罪人 又开始得罪自己 有些罪一开始是得罪别人 以后慢慢得罪神 也慢慢得罪自己 这个大概是先后关系 可是有一种罪 一半就得罪神 得罪人 得罪自己 性关系的败坏 不仅得罪人 伤害人 也伤害自己 也伤害到神所赐给人宝贵的身体 性关系的败坏 正是得罪神的圣洁 神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 在我这次理论 在我实际的辅导当中 我发现要从这样子的捆绑当中抽离出来 是最不容易的事情 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不关系你一个人的问题 这关系到几个人的问题 因为这类的败坏 牵涉到自己肉体的性欲 也关系到跟别人不当的互动 还有牵涉到你得罪的一些人 那个人是你的配偶 伤害到你自己的身体 还有更严重的事情是撒旦的控告 这一个罪 撒旦紧紧抓住你 很难逃得出来 罪的权势的瑕疵 所以有的时候你愿意出来 别人不放过你 对吗 我因为说你做了 我只是说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 你点头并不代表 你做了这件事情 只是点头表示你同意我的说法 有的时候你愿意出来 别人并不放过你 对吗 有的时候别人要走 你又不愿意 是不是 发现没有 你发现没有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性关系的败坏 直接破坏家庭 直接破坏夫妻 直接在这方面的agreement 我每一次在系别人生活的时候 我去问他 我就问他男生说 你认为终身只有这一个女人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而且从这边衍生的是什么呢 会有嫉妒 你一旦有性关系的破坏 你马上会产生嫉妒 马上会产生仇恨 会产生报复 会产生恼怒 我这段时间就没有在看电视 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的原因 我没有在看电视 我记得我最近一次 看电视有一个很好笑的新闻 是有一个人跪在 菜市场里面 有没有 是因为他跟一个有夫之妇 有来往 后来有夫之妇的丈夫发现这件事情 就要他做这个动作 到菜市场跪在那边 你看 因为他的行为就产生了一个报复的行为 多了 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圣灵感动保罗把这个性关系的败坏 放在第一类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一类的情欲 就导致了责罪神 得罪人 得罪自己 奸淫的三样里面 奸淫是有直接行为的 而污秽跟邪荡通常 如果你一直放松 一直放松 一直放松 最后也以奸淫收场 这些肉体的情欲得罪自己 得罪别人 也得罪神 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需要在神那边前认罪祷告 求主赦免我们 而且解救我们 把我们从那个火坑当中拉出来 我们没有办法在那种当中的 是第一类 第二类 第二类肉体的情欲是什么呢 是第二十节的前两项 二十节的前两项 这是拜偶像跟邪术 肉体的情欲 第二类的表现是 对神方面的物谬 所以第二类肉体的情欲是 二 信仰的物谬 请你写下来 信仰的物谬 第一类的是性关系的败坏 第二类的是信仰的物谬 所以保罗是有顺序写的 保罗不是随便跳来跳去写的 保罗写到第二类的时候 他说什么 是拜偶像跟邪术 这些都是肉体的情欲当中 请注意这一类的行为是 是想要勾结邪恶的力量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所以拜偶像跟邪术 有个最主要的东西 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有许多的宗教 不管所败之神的道德观 只想从所谓神的力量 来满足自己 来取得自己有效的利益 这也是肉体的情欲 这一类的事情是直接得罪神的 并不马上直接得罪人 对不对 你拜什么神跟人有什么关系 没有啊 你跟自己也起初并没有马上得罪 你只是拜不对的神 可是那那那那那那你就影响别人了 那那那那你就影响自己造成自己的伤害了 可是这一类的拜偶像跟邪术 最主要的是得罪神 得罪神 你就发现第一类是得罪神 得罪人得罪自己 第二类是得罪神的 得罪人就是信仰的悟谬 为什么他得罪神呢 因为他不把神当神 却把非神当神 听不懂吗 他不把神当神 却把非神当神 非神当神 你说哦 这个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而言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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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请问这一封信是写给基督徒来非基督徒的 所以基督徒有 基督徒有拜偶像吗 他搞清楚你 搞清楚你想想看 有没有拜偶像基督徒 没有 我从来拜的都是真神 那你没搞清楚 我讲的拜偶像 是指肉体的行为 肉体的一种情欲 肉体的一种 我们不把神当神 为什么 如果你把他当神 你就不会要这样做 你如果把他当神 你就不会这样祷告 真的懂吗 每一个祷告都是祷告 但不是每一个祷告神都喜欢 对吗 每一个祷告都是祷告 即使是错误的祷告 他也是祷告 可是不是每个祷告神都喜悦 神喜悦什么祷告 或神听什么祷告 或神愿拿什么祷告 或神承认什么祷告 是把他当神的祷告 他才听啊 你不把他当神 你把他当什么 你把他当神满足你自己的 一种假神 我讲的偶像还不是把钱当成偶像 把自己当成偶像 你还是拜耶和华神 你还是拜耶稣这个神 你还是拜三二一的神 可是你拜的时候不把他当神 因为你要他做的事情 或者你祷告要他成就事情 不是他该做的 做啊 我做的坏事 求你让别人不要抓到我 你把他当成什么 这是拜偶像 这是拜偶像 这是肉体情欲的行为 亲爱的弟兄妹 或许有的人说 为什么这一串肉体的情欲呢 因为在这里肉体的情欲 是以人的犯罪 出发点的行为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不惜破坏人跟神的关系 不惜破坏人跟人的关系 不惜破坏人跟自己的关系 这叫做肉体的行为 我们也行邪术啊 你说今后来就行邪术啊 有 怎么会没有 借着神的势力 主啊 你这样做好祷告 是把神当神的 你多少宝告把神当神 如果你真相信他是神 我们怎么会这样说呢 我们怎么会这样做呢 我们怎么会这样祷告呢 所以基督徒不是没有拜偶像的事情 基督徒不是没有行邪术的事情 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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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了 我就举一个例子 不是基督徒的例子 那你比较容易明白 然后再转成基督徒就容易了 有一个学长 事业有成 是个大律师 你知道当一般人说大律师的时候 跟我们读法律的人说大律师是不一样的 我们读法律说大律师是有条件的 是他真的是大律师 一般人讲大律师只是恭敬地称他大律师 他不是他真的大律师 他有婚姻 有孩子 他的太太有一天就跟我说 哈里建 他说你的学长 我希望你去帮他 我说什么事 他说他还没信主 你可不传笔给他 我说好 他就跟我讲一下他们家庭中 他所有的情形 那我就蛮难过的 我就跟那个学姐说好 我说我去传笔给他 那我说 可是我只要跟学长一讲到说要跟他见面 他就知道我要传笔了 因为他就知道我是个传道人 他说没有关系 他说你试试看 我说那你为什么自己不试呢 他说我试了 可是没有效 而且我们越离越远 而且这样子都不理我了 那我说好 我说那我去 我去打招呼给我学长 我说学长好久不见 他说好久不见 我说我们吃个饭吧 他说好 他怎么样 我说我请你吃饭 他说我请你吃饭 那人家是大律师 我们是小传道 对不对 他说我请你吃饭 我请你吃饭 那我说好 我就给他请 因为人各有专长 我会传道 他会做律师 对不对 那我们两个之间的财务 不可以道理计 对不对 相聚不可以道理计 他说请客也没关系 其实 大家是学长学弟 这次你请我下福 我请你也没关系 那我就给他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 他当然知道我要给他传笔音 可以坐下来 坐下来 一开始坐下来 没有多久 我们寒暄的话都还没讲完 问说你孩子怎么样 你孩子现在在读哪里 那我孩子在哪里读书 寒暄的话都没讲完 他就跟我说 好理解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说我最近拜一个神 很灵 很灵 我是从哪里请回来的 不是在台湾请的 远渡 从阳 到很远的地方请回来 他告诉我非常神 他告诉我 他说我有些案子打不下来 我就拜这个神 以外就给我力量 就打赢了 他还写了几个例子 有些不应该赢的 有些不应该赢的 他打到赢 很厉害吧 所以大律师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吗 他有办法把你打赢 办法叫大律师 他就跟我讲讲 讲完了我就知道 然后汤也喝完了 沙拉也吃完了 煮菜也算完了 他还没讲完 他做好多的见证 你知道吗 他找到最后甜点都上了 咖啡都上了 我还没有讲话的机会 后来他终于讲完了 他终于讲完了 哇 讲很多的见证 真的比我们的神还神 他讲完了 讲完了后来 我就一砍掉时间也差不多了 也该走了 咖啡也喝到最后再一口了 讲一讲 时间都被他用完了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第二人家是大律师 我是小传道 第三吃人嘴软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就想我跟他讲什么 可是我心里面又很有负担 因为我知道他拜错神了 以后我没办法 我只好跟他讲 我说学长 我说我真高兴 有这么好的神 我说 不过不是每一个神都可以拜的 我说 有三个问题我想问你 第一个 你有了这个神之后 你的道德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第二个 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是 是变好了还是变不好了 第三个 你拜了这个神之后 你爱人的心是越强了还是越弱了 我就会讲这三句话 我连耶稣也没有提到 因为他做的见证 比我知道的见证还丰富 因为我就讲这三个问题 就结束了 因为咖啡喝完了 东西吃完了 他就说你今天我们走吧 我说学长真的开心跟你见面 对他说我们下次再见面 就握握手到门口去 他把钱付了 以后我们走出去 出了门之后 参见门之后 我是右转 他是左转 我要回我家 他要回他家 因为我们左转后 我右转回去之后 我就回头看我的学长 你知道我的学长 进来的时候是这样子 讲话的时候是这样子 这是拜托说跟我讲的 哇 他走的时候是这样子 要走回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没有把神当神 是信仰的悟妙 这个在基督福当中都有的 你我都有的 假借神的力量 做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祷告向神求 一个不应该求的事情 有人跟我这样讲 他说你知道吗 你为我祷告 我问他什么事了 他说我有第二个太太 他说求你保守这件事情 不要报忘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 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要认罪 回到神的面前 可是我不知道他跟我进来 当然这个人现在还要保持联系 不在台湾 在国外 亲爱的弟兄姐妹 第二类肉体的情侣是信仰的悟妙 第三 对不起 第一类第二类的罪 主要的都在破坏人跟神的关系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在保罗的时代 在保罗时代拜偶像 跟不道德的性行为是联合在一起的 在哥林多有一个爱神 这个庙 爱神 一个庙 里面拜一种神 叫做爱神 爱神的庙里面有一千名的圣仓祭 仓祭还有圣的 圣就是圣节的圣 仓祭还有圣的 对呀 他们就是圣仓祭 他们拜完爱神之后 就要去与那个仓祭交合 而成为敬拜生命之力量的行动 今天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啊 可是有其他的宗教 甚至假借基督教名义 而做外事的不孝神职人员 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放纵肉链的情侣 不是吗 你会发现 信仰的误妙 跟道德上面 性关系的混乱是很容易放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都是得罪神 第二 第三 第三个的情欲表现在哪里呢 请我们读二十节 二十一节 那你先写好了好不好 第三点是人际关系的破裂 人际关系的破裂 很多人以为相信上帝是人跟神的关系 我告诉各位 相信上帝一开始是人跟神的关系的和好 以后这个人因为跟神和好了 他就跟人和好 他就跟人和好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这么多年来 他信了主之后 他跟人的关系都没有进步 你一定要检视自己的基督徒生活 检视自己的基督徒信仰 为什么你信主越久 跟别人越有隔阂 为什么你信主越久 越不能跟别人谈话 为什么你信主越久 你的朋友都不见了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你为什么跟别人越来越不好 信主就应该跟父母的关系好 信主就应该跟家里的关系好 信主就应该跟夫妻的关系好 信主就应该跟儿女的关系好 如果你越来越差 那我们误会了 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 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 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人的关系 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所以这边有人际关系的破裂 而且人际关系的破裂是最 花样最多的 刚才我们讲到 第一个 信关系的混乱 一共有几个 三个 那信仰的悟妙呢 两个 那人际关系的破裂呢 八个 八个 那我先念三个 再念两个 然后你们念八个 可以吗 听不懂吗 我目的是看还有没有人 最早的 来 十九节 情敌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一 奸淫污秽邪当 二 拜偶像邪术 三 三 四 醉酒荒咽 所以你们在念的八个 请问大家听说 这个八个呢 是讲到肉体的情欲 在人际关系的破裂上面 包括什么的仇恨 我们跟人之间有仇恨 别人是我们 我们恨他比他分我们还多 增进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一直想跟别人增 你知道每一天都知道 做到要增 第一 有增进 难怪人际关系会破裂 记恨 恼 恼 结党 结党的意思是自私的野心 结党不是说我们两个同党 其实另外一个才是结党 结党是自私的野心 纷争就是你跟别人争执 异端 异端不是那个 弓异端的异端 这个异端是搞党派的意思 就是结党的意思 异端是原来的意思 翻译的时候没有翻得很准确 翻成中文的时候 那是搞党派的意思 就是我跟你一国 然后 有的人这样子 他跟A讲一种 跟B讲一种 跟C讲一种 跟D讲一种 然后大家都很混乱 然后我跟你好 你不要跟他好 他告诉你什么 你告诉我 基督徒如果专门搞这种事情 他是在人际关系上面 他是肉体情侣的表现 肉体情侣的表现 肉体情侣的表现就是搞党派 搞党派 我跟你比较好 所以如果有人 跑来告诉你 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他就拉拢你 但是搞党派 基本上在神的国里面 这个是 我们不能说 没有这种事情 一定有 可是 这个是肉体的行为 这个是肉体的行为 是你想拉拢 跟别人的关系 告成别人跟别人之间的疏离 或者你想隐藏自己的 过犯过罪 你想要把这个关系 把我跟他的关系拉紧了 这个事物上的人都做的 可是教会 不这样做的缘故 是人际关系 这个是一个破裂的行为 嫉妒 这八项是我们肉体的表现 有些人很容易看出来 破坏人际关系 有些人很了解 这是肉体的情侣的 或许我们不会有 这么多不好的行为 我们不会全部都有 但是一个人 人际关系的不良 常常在这当中 找到蛛丝马迹 常常找到 或许我们不会嫉妒别人 你知道你为什么 你会不会嫉妒别人吗 因为你是怕 所以你不会嫉妒别人吗 你知道第一名很难嫉妒别人 他怎么嫉妒 没人可嫉妒啊 他第一啊 或许你不会嫉妒别人 但是有没有自私的野心 你做这么多的事情 是为了自私 是为了野心 有些人他不会跟别人有争计 因为他是很温和的人 可是他却容易 呼发的一种脾气突然来了 马上发作了 勃然大怒愤怒 这些都是情侣的表现 你可能不必有这八项 也不必有这八项 类似的其他几项 但是我们当中有 最弱的部分 你应该把它找到 这是我肉体的情侣 这是我肉体的情侣 如果是 我们慢慢在那边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在不同的方面 慢慢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今天呢 我再讲一点就要结束了 我再讲一点就要结束了 我今天只讲 等一下再讲两段 两小段就结束了 我其他的还没有讲 因为下次太好讲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 我不能讲 不过 你下次一定要来 因为我现在只讲到 病因没有告诉你解药 对不对 如果不懂 病因是不会吃解药的 可是你懂病因没有解药 你不能解的 对 你下次一定要来 我不是为了人数起见 是因为真的没办法讲完 所以我要分两次 分两次 你知道这个很重要 你如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你怎么解决都没有办法 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 有一次很小的时候 生病 过来去看了医生 医生后来我就给孩子吃了药 吃了药以后 后来我就发觉 我的孩子的烧越来越高 心跳越来越快 呼吸越来越急促 我就打电话 给我们教会一个医生 那是我高中同学 以后在我们教会 以后在大学 然后他就读完大学之后 他就读医科 学识后一科 他就做了加一科的医生 我打电话就挺心地跟他说 我说我的儿子生命的假人家 他说他现在怎么样 我说人家发烧了 我说医生有没有给你退烧 有 我说有 他就给他吃下去 我说好 我给他吃了 吃了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打电话就说 我说某某人 我说他的心跳越来越快 呼吸越来越急促 他又问了一点问题 他就问我说 你既然没有关系 你不用担心 他要您吃下去了 我们再观察观察 我又观察一段时间 又不行了 又不行了 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某某人 我说这个不行 因为你告诉我 给他吃到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 可是烧都没有退 我说烧会烧坏的 他就问我几度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的温度还在上升 我说心跳越来越快 我说呼吸越来越急促 怎么办 他就告诉我 他就没关系 你这药都吃了 再等一等 我心里想 又不是你的孩子 是我的孩子 对不对 可是 我就不好意思再打电话给他了 可是因为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也是教会的弟兄 非常要好 所以我就没有在做别的动作 我就为了事情就放着 你知道吗 后来那个温度 就下来了 下来了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 我就跟他说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因为我们学的时候知道是这样的 我们学的时候知道是这样的 他说因为他有一个曲线 到了某个地方 你要吃了 他就会下来 我说原来如此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问题在什么地方 可是解药下次才发放 第四个是饮食的无度 请你写下来 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是饮食的无度 什么叫做饮食的无度呢 就是醉酒荒咽 在保罗的描述当中 肉体情欲 最后一类是饮食的无度 这是对自己的伤害 你看到没有 第一类是对神 对人对自己的伤害 第二类是对神的一种侮辱 第三段是对人的关系破坏 第四项是对自己 对饮食的无度 在保罗的描述当中 有一项就是饮食的无度 这是对自己的伤害 这里讲到醉酒跟荒焰 醉酒跟荒焰是一个人不节制的结果 如果有个人拼命吃 拼命吃 这叫做放纵你的肉体 这叫做放纵你的肉体 有没有人拼命吃 拼命吃 有没有种人 有 有 拼命喝 拼命喝 有 我告诉你 保罗这样讲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风气的 你知道 当时罗马是一个非常高的文化 非常高的文化 非常高的水准 当时什么都有人 像我们现在说 哪里有这么多吃 吃不下了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你没有钱 你不知道 你真知道有钱人吃什么的话 你也会一直吃 一直吃 眼睛都看不完 眼睛都看不完 但是因为你没有吃过世界美食 如果你吃过世界美食 你就会想像罗马人的状况 罗马人怎么样 罗马人的有钱人 在一个大house 然后他们一定有很大的餐厅 然后很大的厨房 专门请客人 大家拼命吃 然后他们有一个设备是现在没有的 就他们有一个房间 叫做呕吐室 你们去看过是不是 他们去过罗马 他们去过那个什么 罗马时代的那些狼狈层 有呕吐室 呕吐室是干什么 因为吃太多了 太好吃了 你知道吗 眼睛看不完 想再来吃 怎么办 吐掉 再来 现在没有这种设备 他们专门一个呕吐的地方 有钱人家里设计的 为什么 饮食的无度 我们现在很少人 我告诉你 犯第四项的人最多 第一项是性关系的败坏 第二项是信仰的污谬 第三项是人际关系的不坏 我告诉你 第四项是我们犯罪多的一种 还有什么呢 疯狂的购买一些一辈子都不愧用到的东西 就是饮食的无度 疯狂的购买 有的人在买一双鞋子 一看 哇 穿好舒服 你知道一双鞋子穿了一两年也很正常 对不对 他一看 哇 这么好穿 买八装 有没有这种人 一件衣服很好看 男孩子也有 你看 哇 这么好看 非常适合 每一种颜色挑一件 你穿得到 可是他要买 我认识很多这种人 我的亲戚 我的朋友 很多人 他里面有一柜子的东西 这辈子真的用不完 他继续买 继续买饮食的无度 饮食的无度 疯狂购买这一辈子不可能用到的东西就是没有节制饮食的无度 再来 不爱护自己身体而工作过度 你也是一种饮食的无度 是一种不节制的表现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种人 不要举手 说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工作过度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回想我自己大概不是因为爱神才做那么多 是因为我没办法控制自己 我有工作狂 我有一直想服侍别人 一直想为别人做事 你知道这个是肉体的情欲 这个并不是真正别人有需要到这个地步 我永远没办法拒绝别人的要求 如果别人告诉我 你当然替我做什么好不好 我都说好 我即使没办法帮他做 我也说好 我就一直压 一直压就了 所以我现在每天进来 promise别人答应别人要做的事情 每一天进来平均 比每一天我做完的事情还多 听得懂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做不完 当然本来就没有做完的一天 可是你没有管制的 就一直进来 然后我就一直做 可是我一直进来因为做不完 所以 这是一个饮食的无度 这是一个放纵肉体的行物理 你知道别人邀请我 去做什么事情 我只要跟他说 我说真的不行 我说我使命不够 他说拜托啦 我说真的不行 他说我们这里有三百个人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帮助 他说我告诉你 你只要来帮助我们 你只要帮我们讲道 我们就会怎么样 他一讲完 我这里S就跑出来 听得懂吗 Superman 我就穿起我的Superman的衣服 答应他了 你们会觉得很好笑 我里面一直在流眼泪 这是饮食的无度 这是一种放纵肉体的行为 我想约束约束不来的 我想约束约束不来的 我不是说我很喜欢这样不是 我每次答应别人我都后悔 我跟你们讲 不是要 我希望你们听到正面的 所谓的我软弱的部分 全年要讲道的全部排完了 不可能再增加 人家说你是不是在夸耀你自己很会讲道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说这是我的毛病 这是我的罪 我没办法拒绝别人 你知道每一次 你知道有些人知道我的秘书 那龙脸 他每次写上单子 跟我说某某人打电话来 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你可不可以答应他 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说 注注注明 千万不要答应他 你一定不行了 那我看完了之后 我就跟他说答应他 他就告诉你真的下不去了 就一直在 一直在 一直在 觉得自己是救世主 这个是肉体的情谊 这是肉体的情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裡面有什么软弱 我不知道你裡面有什么缺乏 我不知道你裡面有什么需要神的恩典 我需要 我需要 我可能没有犯第一个问题 我可能第二个我也慢慢的调整到比较少 第三个人际关系我一直靠着神的恩典 可是第四个我没办法胜过 那你可能跟我不一样 我没有关系 我把21节讲完 我们就 结束好吗 21节 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保罗说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式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魔 讲了半天 刚才那15项四大内 原来这种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如果你看中文你不太知道他的意思 我把他解释清楚 以免你们回心都睡不着觉 对不对 我怎么问你把你们解释清楚 这里说 行这样式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他的意思 不是我们看到的说 只要你做这样的事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是 这边的行在原来的语文是现在跟词 他的意思是惯性的行为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在他正常的情况之下 他面对的15件事情他都全军覆没 兵败如山倒 如果刚才我讲的时候你说对你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 我也知道我没有做好 我也想靠着圣灵 我也想靠着神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有的时候软弱 那你不是这里讲的这个人 这里讲的这个人 行这样式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甚至他在肉体的上面 他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污秽 就是嫉妒就是荒焰 他就念成无能为力 其实他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 他是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人 他没有办法面对肉体情欲的引诱 这只证明他是一个没有圣灵的人 这只证明他根本没有哲笑 他当然跟神的国无分无关 如果我们是偶尔为过败所剩 像我大部分事情都在改进 但这一点我没有办法 我每次都错 我每次觉得我错 你知道吗 我每次拿给龙莲 龙莲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然后后来我过两天我后悔了 我就跟他说那件事情怎么样 他说我已经联络好了 然后我就跟你去 就走回来 他就说怎么样 我说我后悔了 他就说要不要打电话跟人家说不要了 我就跟他说算算算 你就答应别人了 我最后告诉他一件事情 我跟他说任何人请我讲到现在 就告诉我 就直接回来他说不行了 没有了 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了 然后你 而且你不要当场告诉我 你全部回了以后 过几天再来告诉我 听得懂吗 过几天再来告诉我 过来告诉我 他告诉我的时候就告诉我 已经过了很久了 现在告诉你我回绝了谁 谁 我想如果我这样还不能忍受的话 以后就告诉他 通通不要告诉我 因为我没办法面对这件事情 这是肉体的软弱 如果你跟我一样 在这十五项四大类 或者这四大类另外的表现上 你有跟我一样的问题 亲爱的同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恩待我们 至于怎么解决 那九项我下次再告诉你们 对时间的关系 我本来想讲一项 让你们稍微有点盼望的 但是时间不够了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那一定有盼望的 我告诉各位 只要找得出问题 就一定有解 现在怕我们找不到问题 怕你不承认你的问题 怕你不认为你是一个软弱的人 怕你不 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 我怕你不知道基督会软弱 你一旦知道我们就有解 就是帮助我们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在神的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 好不好我们来唱那首诗歌213 213 我给各位一点点的时间为自己祷告 请你为你自己祷告 你比较弱的地方 你比较没办法胜过的地方 是在性关系的败坏 信仰的误谬 人际的破裂 还是饮食的无度 请你开口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软弱的部分向神献上祷告 向神献上呼求的祷告 我们每一个都开口 我们每一个都开口 主耶稣你听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的祷告 主要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都有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捆绑的地方 主要求你在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说你就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慢慢的知道我们的问题 而且我们也愿意面对我们的问题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你都听见 说你个别的应允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 Amen